我是SK Lee 我現在就是在原閉科技 RD Technologies 做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首席合規官 現在 FinTech 和 RegTech 為什麼會流行呢 都很大程度是由於監管機構都大力推動 反而這個 course 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就是一個不是太長 但也很 practical 將一些現在最新的趨勢 Fintech 和 RegTech 的趨勢 以及現在使用的場景 可以很快地分享給同學聽 如果我參加這個短期課程 我的期望就是我可以很快地掌握到 現在市場上比較重要的一些技術 或者銀行已經採用的那些 Use Case 場景 以及監管機構的看法 這三方面如果我掌握到的話 對於我可能在不同的財務機構 或者金融機構或者不同的崗位 都是一些啟發作用的 我就很幸運 我都請到很多 認識了很多年的合規 或者是風險監管的同僚 來做一個嘉賓講者 他除了解釋給你聽 技術是要來做什麼之外 其實他們的立場 跟我以前一樣 我們面對使用新的技術 新的場景 我們都會對外和對內有些挑戰 對內就是說 如果我突然之間說 我要建議有一個新的技術 對於我們合規的效率可以增加的話 其實會牽涉一些投資一些人力物力 到底管理層會怎麼看這件事呢 對外就是說 監管機構都會有很多問題 即是說你用這個技術 會不會有些過程上脫漏了 那你都要做一個分析 然後就要跟監管機構溝通 所以其實對內對外 這些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對不同的同學 就應該幾有幫助 如果我有個課程可以看完之後 聽完那些 Compound Head 講過他們怎麼去 內部和監管機構 我覺得應該幾有啟發作用 都會好好看 同學 輪廓 經營 總和 證明 您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